中国艺术家 我是中国艺术家 我不做中国艺术 这个展览我就是展现 我做的一批比较大的作品 以前也做过一些大的 但是没有那么多 2019年我有一个大的工作室 在王队 然后找了一批大的木头 这次展览都是这些比较大的 能够比较 强烈的表现 我的作品的风格 在我工作的地方 在王队没有很多的森林 然后 偶尔的 我们找到了这批木头 这批木头比较大 这个西派 这个木材厂不用 不可以做家具 不可以盖房子 是为了烧火用的 但是烧火 人家又不愿意用这么大的木头 去开 运输都很麻烦 后来我就把它买来了 这个对我来说非常合适 因为比较粗 比较大 有很多的树的形状 柳子 对我来说很巧合的 想找你找不到 但是碰到了 我雕刻的方法很简单 我全是用木头 先用这个电锯把它锯开 然后用这个刀子 这个木雕刀子一点点凿 等它干了以后 然后用砂纸磨 这个最后呢 我还用火烤一下 这样木头的颜色 比较沉旧 而且这木纹出来更清晰 是这些木头的形状 给我一些启发 但是要做这些作品 实际上经过40年的摸索的努力 才找到这种我个人的形式 我的创作有很多自己的一个特殊的技术 但是这些并不重要 最重要是我找到了自己的风果 自己的语言